大家好,我是超子 您知道腊八蒜怎么腌,又绿又脆又好吃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快速腌腊八蒜的技巧 两三个小时就变绿,简单又好吃 首先是大蒜的选择 大蒜最好用紫皮蒜 紫皮蒜紧绷结实,腌出来的腊八蒜更加脆爽 我们先把大蒜一个一个的给它掰下来 很多朋友为大蒜去皮而烦恼 今天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快速剥蒜皮的技巧 我们先把掰开的大蒜在太阳底下提前晒一天 经过晾晒以后,大蒜会失去一些水分 蒜皮与蒜子之间会产生空隙,就自动分开了 一斤大蒜几分钟就可以剥完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大蒜放入水中浸泡几分钟 这样也容易剥皮 但是这种方法,蒜子会吸收水分,不适合做腊八蒜 去皮的蒜子放入盆中,加入清水快速清洗一下 在水中不要停留的时间太久 洗好以后捞出来,控下水分 控水的蒜子稍微去头去尾 这样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次放入盆中 以500克大蒜为例,放入10克盐 稍微用盐,腌制一会儿 用盐腌制可以去除大蒜的辛辣味 注意搅拌的时候不要用手抓,不要搓出伤口 用手揉搓,虽然滤得更快 但是大蒜会失去太多水分,吃起来不够脆 利用腌大蒜的时间,我们熬醋汁 腌辣八蒜可以用陈醋或者米醋 用陈醋腌出来,酸味大,但是辣八醋特别好吃 用米醋做出来,更脆更清爽 锅中不要有油,倒入400毫升米醋 放入30克冰糖 喜欢吃甜味大的,冰糖可以多放一点 开大火把醋熬开,冰糖熬融化 开锅以后,关火稍微晾一会儿 把温度降到80度左右 这个时候,大蒜也已经腌好了 腌好的大蒜放入无油污水的瓶中 倒入熬好的米醋或者陈醋 醋没过大蒜为止 500克大蒜,400毫升米醋刚刚好 装满以后,把盖子拧紧 制作好以后,放到温暖的地方会绿得更快 家里面有暖气的,可以放到暖气的一旁 两三个小时就开始变绿 没有暖气的同学,可以找一个暖水袋 持续给它加温加热 这样辣八蒜会绿得更快 两三天就全绿了 腌好的辣八蒜直接吃或者用来炒菜都嗷嗷香 学费的同学点完赞 做你手来,试做一下吧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